探索未知领略奇闻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域阿探索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海洋是一个物种丰富的大家园 仅仅是鱼类 就有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种类 比如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能够捕食鸟儿的鱼类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会飞的巨型鱼类 它就是浮粪 浮粪这个名字的由来 是因为这种鱼类的体型 和在水里行动的姿势很像蝙蝠 浮粪是一种主要生活在亚洲带 和热带海鱼的软骨鱼类 浮粪的身体呈现菱形 一双大嘴可达50厘米宽 体型呈现不规则的腿形 因此浮粪又被称为魔鬼鱼 尽管名字和外表十分可怕 但是浮粪的性格却十分温顺 最大的浮粪体重可达3吨 体长更是超过了8米 根据记载 我国有渔民曾经捕捉到一条 重达1.5吨的浮粪 浮粪主要以一些浮油甲格类生物为食 偶尔也吃一些小鱼 它的浅起可以高效地 将各种美味拨到自己宽大的嘴里 每当到了繁殖季节 浮粪就开始了表演时刻 成年浮粪有足够的力气跃出水面 然后飞行一段时间 在飞行之前 浮粪会在水面下进行一种旋转式的跳跃 随着旋转速度越来越快 浮粪会迅速跳出水面 有的浮粪可以跃出水面1.5米 在一人高的上空进行各种飞行特技 浮粪的飞行技术十分高超 科学家用凌空出世这个词语来形容 浮粪落水的时候 它会发出巨大的响声 场面十分壮观 至于浮粪为什么要跃出水面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虽然浮粪的性格很温顺 但是这并不代表它是一种好欺负的鱼类 一旦自身受到惊扰或者攻击 浮粪的力气足以摧毁一艘小舟 双翅拍打的力量 能够粉碎大型动物的骨骼 一般的鱼类每次产卵 少则几千颗 多则上万颗 产完卵以后就不管了 小鱼是生是死 听天由命 浮粪则不一样 它是一种胎生鱼类 而且每次几乎只产一颗卵 浮粪幼鱼一生下来就一米多 体重可大二十千颗 因此福分非常爱惜自己的孩子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